現在要跟各位分享一個跟調音有關的事情 在備課的過程當中,我常常要學生做一個練習 就是把音樂放著,然後彈那個調的音階 就是隨意的彈著音階跟著音樂一起練習 在剛剛我在幫學生備課的時候 他練的歌是David Gates的一首歌 叫做Goodbye Girl 是70年代一首很經典的情歌 我在抓歌的時候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Goodbye Girl這首歌的錄音室版本 我一般說原曲 這首歌的調,它是介於降一大調跟一大調之間 所以說,如果我把音樂放著 然後就直接用標準調音的吉他去彈的話 會發現,不管彈什麼音,對起來都覺得蠻奇怪的 我想要藉由這件事情來分享一些跟調音有關的事情 就是當你使用調音器的時候 應該會發現上面有一個標示 寫440Hz 這個Hz就是Hz的意思 關於Hz它的意思是一秒鐘震動的次數 如果你的一秒鐘可以震動10次 那就是10Hz 那如果我一秒鐘只能打一下 那就是1Hz 1秒鐘22下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音頻 就是人類的耳朵能夠聽到最低的音頻 當然也許有人是比較特異功能可以聽到更低啦 人的耳朵一般來說可以聽到的最高的音頻是 22K 大概就是2萬2千Hz 事實上人的耳朵 大部分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聽到22K那麼高的 特別是當你已經不是青少年的時候 通常會是16K吧 頻率是一般人耳朵都還聽得到的 但是當你已經不是青少年的 你已經是青年或者是慢慢20幾歲之後 對很多的高頻其實是聽不見的 像歐洲有一些指法單位 他們在驅趕青少年的時候是放出一些 一些這種 只有青少年會聽得到特別刺耳的聲波 那我說這個要幹嘛呢 就是當你看到調音器上面寫的 440Hz的意思是 每秒鐘震動440次的 震動440... 每秒鐘震動440次的這個頻率 是標準的音A 一般來說有人可能會說是 Doremi Basso La的La那個音 但我們通常還是習慣說音名就是A 這個A就是指 例如說在鋼琴的 鍵盤的中央的這個A 中央那個8度的A 如果是更高一個8度的A 就會是440Hz的一倍 就是880Hz 那如果是比較低一個 低一個8度的A就是220Hz 再低一個8度就是110Hz 那當然 如果你要比中央的A再高兩個8度 那就是880在一倍 應該就是1760Hz吧 總之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關於Hz的計算 例如說這個A到下一個A之間 應該8度音一共可以切割成12個半音嘛 12個等分 我們說是12平均率 數學上面的12平均率是有一個公式可以計算的 我想想看我能不能找到那個公式 如果有的話我會附在影片裡給各位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去算啊 但我... 我們在數學上面所找到的平均切割的這個12平均率 數學或物理的角度來說 它是真正的 把這個A到下一個A 平均的切割成12個等分的 但事實上 讓人的耳朵聽起來那不是最好聽的 其實最好聽的12平均率 其實會比物理上或數學上面最標準的切割法 會稍微有一點點挪動 會稍微有不一樣 也因此在調音上面其實是有一些彈性的 看你怎麼調會比較好 甚至有時候跟一些演奏家的演奏習慣也會有關係 所以有些演奏家會有一個自己比較習慣的 配合的調音師或者是調音的方式 也大概就是18世紀吧 大概是那個時期 有的時候你在譜上面看的音高並沒有一個 明確的一個標準 譜上面寫著拉 但是你家的拉跟我家的樂器的拉可能不見得是一樣的 所以在古代的人 他們開始要試著去找到一個這樣的標準 所以一開始是用音差 我當時並不是440Hz 我必須強調這一點 但是這個音差的音準其實也是有一些不一樣 有的時候那時候的音差跟這時候的音差 或者是你家的音差跟我家的音差的標準A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甚至有時候落差會差到一個半音以上 當然後來就慢慢的被定義比較穩定 我記得早期是不到440Hz 以前的古典音樂在19世紀的時候 大概是在435Hz左右吧 然後隨著時代的演變慢慢的拉高 到現在是已經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是習慣用440Hz 不過440Hz後面背後有一些陰謀論 滿好玩的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去研究看看 我就不再歪樓了 一般來說沒有特別的要求的話 我們在樂器的彈奏上面都會把音調到440Hz 可是有的時候有些耳朵特別犀利的一些音樂人 他會覺得這個音在他來說聽起來可能不是最甜美的 他希望可以有一點微調 有時候他可能會調到438 或者是441、442 不一定 當他們說出這樣子的他的setting的時候 就代表他的音樂裡面 那些樂器的標準的A 是設定在他所公佈出來的那個數字 例如說他希望設定在438 跟他一起合奏的或者是錄音的樂手就會這樣去調整自己的樂器 這也是為什麼你的調音器上面會有一個440Hz 但是那個數字是可以被更動的 沒有意外的話 你應該把你的調音器設定在440Hz 除非有些音樂上面有特別的要求 那你在根據上面的記載去調整你的調音器 然後再去調整你的樂器去配合 這樣就會比較準確了 另外我要說的是 還有一種情況 像是在這次要抓的這首歌好了 這首歌是Goodbye Girl 是David Gates的歌 這首歌是70年代的音樂 在當時 我現在沒有辦法很精準的說出他音 之所以不是標準音的原因 但是因為有很多種可能 有的時候有可能是因為錄音室裡面的鋼琴沒有調音 但是鋼琴你要臨時找一個調音師來調整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大家就對著鋼琴去調音 例如由鋼琴彈出一個標準音 然後其他的樂器 Bass也好 或者是吉他也好 根據這個樂器的聲音去Tune 去調整它的音準 讓彼此之間可以達成協調 當整個樂隊的聲音都達成協調的時候 即使不是標準音 聽起來聲音還是很和諧的 也有可能是這些音樂家 腦海中所聽到的聲音就是那一個 不再標準音的那個Pitch 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比較相信前者啦 就是說 我們可能樂器之間彼此把聲音調一調 協調了我們就可以開始錄了 我發現特別在70年代以前的音樂 有時候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好 那現在我要說明 我是怎麼樣處理這首歌的 關於這首 Goodbye Girl 原版的音樂 跟我實際上要見的時候覺得不太準 我是怎麼樣去調整我的吉他 讓我的吉他的音跟原版的音樂 是一樣的音調 我的調整方式是這樣子的 我先用了一個調音器 這個是一個APP的調音器 它的名稱是C-Tuner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的調音器 也會有類似的功能 這個功能是指Sent 什麼是Sent Sent就是 我把每個半音 不是我 就是Sent這個單位是把 一個半音的音程 切割成100個等分 所以一個Sent就是百分之一個半音 所以一個八度有12個半音 那就是1200個Sent 大概是這樣子 那每個Sent的差距其實非常的小 小到你耳朵很難聽得到 很難判斷這個差異 有一種吉他的調音系統 是Buds Feetton的調音系統 它的調音就跟我們一般習慣的調音系統 每根弦可能會上下差一個到兩個Sent 我就差題了 我在放這首歌的音樂的時候 我同時開著這個調音器 用我手機裡面的應用程式去對著這個音樂 去判讀 等一下會附上一段判讀時候的影片 你會發現這裡面的每一個音 大部分都比標準音落差差不多在四十幾個Sent 所以也就是在一個半音之間的位置 你也可以說是四分之一個全音 或者是半音再一半 從這個數據上去參考了以後 我再去調整吉他的音高 這是一種判斷方法 我可以透過這個調音器去知道 大概每個音是比標準的音落差了四分之一個半音 我大概位移了四十幾個Sent 然後我再跟著用調音器去調整我的吉他 這是一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就是我直接聽音樂 因為這首歌我認為聽起來是介於 降E大調跟E大調之間 所以我彈了開放弦的E這個音 然後慢慢的把它 Tune down 把它降低 把它調低一點 當我覺得這個調低的音 跟我聽到的音樂的Key Center 已經開始 開始匹配了 已經有融合合而為一的感覺 融合在一起的感覺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再把其他的弦 相對應第六弦 把它調到平衡一致 這時候可能每條弦的音都不是標準音的 但是對著音樂來彈的時候 聽起來會是比較和諧的 事實上我用這個方式來調了之後 用節拍器再對照一次 也差不多每條弦的聲音 剛好位移了將近 40幾個到45個cent到50個cent之間 這是我實際上對應這首歌的方法 給各位參考一下 當然你可能會遇到 有些歌就不是標準音 調音器調得很準 可是你聽音樂對著彈的時候 卻抓不到那個Key 你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遇到了我們今天所說的這種可能 也許你可以因此找到 跟這首歌的音樂一起彈的方式